那免疫治療 它的副作用会比化学治疗少一点 但是不是没有 所以免疫治疗它其实还是有一些 它跟化学治疗跟标白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不大一样 但是还是有一些少见 但是比较严重的副作用 譬如说它会造成 这个兼职性的肺炎 那这个其实在标白也会 不过在免疫治疗稍微高一点点 那脚状腺啊 肾脏肾功能啊 常常也会被影响 那心脏也有一部分人会心包膜肌 所以你会看到 因为它是把你的免疫提升 所以这个免疫提升之后 有时候就会去攻击你自己身上的一些 一些正常的器官功能 所以它也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些负重 但是相对跟化疗比起来它比较少 那治疗也比较简单 就治疗简单 因为化疗负重 比如说你恶心的恶毒 要用恶心恶毒的药 那你血球低 你要用血球低的药 你拉肚子要用拉肚子的药 那免疫治疗大部分 它的治疗就是比较单纯一点 就是先停药 看得严重不严重 假如停药之后 它恢复的状况不是太严重 你再用 那真的太厉害就是 加累固醇 但是 这些治疗在注意的上面 这些副作用 其实关键是什么 是警觉 就是说因为 它虽然是比较少 但是有时候它的副作用 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免疫治疗 你不是说只有临床 比如说胸腔科 你就来看胸腔科的意思 有时候你甲状腺问题的时候 你要找这个 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 那肠胃它有拉肚子 有时候肠胃眼很蛮厉害的 那你又要找肠胃科的医师 所以 这个免疫治疗 其实它启动了人体的这些机制的时候 事实上是 常常要跨足多专科去做 合作 团队去合作去照顾的 那 我今天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肺癌是台湾的第一个死因 那 发现大部分 刚刚这个黄医师讲 八成都是第三期第四期 所以存活率很低 那我们的治疗 其实没有比外国来得差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药 外国出来 几乎台湾 几乎可以同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药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存活 我刚刚讲我们的死亡率 为什么会比较高 重要的是 我们发现都比较晚期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逆转这个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一届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事情 那民众应该要给民众正确的这些资讯 不过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 很 这个就好像光是那个低级量电脑 谁要来做 谁不要来做 这个都还有一些争议 那美医治疗已经陆续被合可用在 非小细胞肺癌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非小细胞 很多癌症都用了 但是我相信后面应该 病用治疗是 应该是一个化 这个趋势 因为单用的话 它有效的比例 事实上没有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对它有期待 但是可能还是 中间那个落差还是有 所以以后要怎么样去并用 可能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我想假如遇到这样的状况 医师应该会再跟你 他只有一些新的资讯 应该就会跟你去讨论一下 看要怎么做 那假如你要去做免疫治疗的话 多专科团队的一个照护 事实上还蛮重要的 因为可能要涉及 尤其是它的副作用 可能要涉及到多科需要去 共同面对跟解决的 那我今天介绍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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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